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 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 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 斯大林的死 有一天 父亲把一个黑色镜筐挂在墙上 奶奶抱着我走近看 说 斯大林死了 镜筐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 突出的特点是 胡子都集中在上唇 在奶奶的啄啄口音中 斯读三声 我心想 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 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 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 把斯读成三声 觉得有趣 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 可真是奇怪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 那是1953年 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 奶奶领我走向台阶 走向小街的东端 我一直猜想 那儿就是地的尽头 世界将在那儿陷落 消失 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 它的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 谁料 那儿更像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 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 那街上有酒馆 有杂货铺 有油房 凉电 和小吃摊 因为有小吃摊 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 最向往的去处 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 什么呀奶奶 哦 骆驼 干嘛呢他们 驼梅 驼到哪儿去呀 驼进城里 驼铃一路叮铃当当 叮铃当当的响 骆驼的大脚 蹚起尘土 昂首挺胸 悟空一切 七八头骆驼 不紧不慢 招摇过市 行人和车马 都给他让路 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 那儿是哪儿啊 奶奶说 再往北就出城了 出了城是哪儿 是城外 城外 城外什么样 行了 别问了 我很想去看看城外 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 我说 不 我想去城外 我说 奶奶 我想去城外看看 我不 我不走了 蹲在地上 不起来 奶奶 拉起我 往前走 我就哭 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方 不好吗 那儿有好些小朋友 我不听 一路哭 越走 越走越有些荒暑了 房屋凌乱 住户也渐渐稀少 沿一道灰色的砖墙 走了好一会儿 进了一个大门 哦 大门里面豁然开朗 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 碎石小路 蜿蜒其间 满地的白夜 在风中滚动 菜上去吱吱作响 麻雀和灰喜雀 在林中草地上 蹦蹦跳跳 坦然觅食 我止住哭声 我平生第一次 看见了教堂 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 夕阳正染红了 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 穿过长廊 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 那儿有很多孩子 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 只能露出脸 他们在唱歌 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 弹响风情 轻声飘荡 满屋子里的阳光 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 奶奶拉着我退出去 退到门口 唱歌的孩子里面 有我的堂兄 他看见了我们 但不走过来 为努力地唱歌 那样的琴声和歌声 我从未听过 宁静又欢心 一排排古旧的桌椅 沉暗的墙壁 高阔的屋顶 夜色都活泼起来 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 连成仪器 那一刻的感受 我终生难忘 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 吹透了我的身体 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 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 轻声一响 这孩子就傻了似的 不哭也不闹了 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 羡慕所有那些孩子 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身影 有形与无形 我呆呆地站着 突然地睁大眼睛 其实不能听 也不能看了 有个懵懂的东西 第一次被惊动了 那也许就是灵魂吧 后来的事都记不打清了 好像那个大胡子的老头 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然后光线就按下去 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 再后来 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 还有我的堂兄 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 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 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 这时候 晚起的钟声敲响了 哦 就是这声音 就是它 这就是我曾经听到过的 那种飘飘渺渺 像在天空里的声音呀 它在哪儿呀 奶奶 什么 你说什么 这声音呀 奶奶 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 啊 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事我才知道 我一来到世上 就听到的那种声音 就是这教堂的钟声 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 木色浓重了 钟楼的尖顶上 已经没有了阳光 风过树林 带走了麻雀 和灰细雀的欢叫 钟声沉稳 悠扬 飘飘荡荡 连接起晚霞与初月 扩展到天的深处 或地的尽头 不知奶奶那天 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 以及后来 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 天空的钟声已经停止 并且在这块土地上 长久地消失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 那教堂和幼儿园 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 便都拆除 我想 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 必是想在那幼儿园 也给我报个名 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 是在四十年以后了 那年 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的飞机 到了地球另一面 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 一走进那座城市 我就听见了它 在清洁的空气里 在透彻的阳光中 和涌动的海浪上面 在安静的小街 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 随时都听见它在自由地飘荡 我和妻子在那终生中慢慢地走 认真地听它 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 整个世界都好像回到了童年 对于故乡 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 人的故乡 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 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 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这心情已经唤起 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